就是從頭到尾都有你嗎 也有你 什麼叫也有我 我是女主角 OK 趕大節目末班車 智琳姐姐現身康熙來了 和小S兩人瘋狂鬥嘴 我沒有那樣 我老公就在我耳邊說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智琳跑步的樣子 我說怎麼樣 他說他真的沒有把自己 當成巨星 他好像一個小女孩 老公徐亞軍默默關注林智琳 讓小S很吃味 但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你知道其實我老公 都一直覺得林智琳很正 誰會覺得她不正 沒有 有的時候我就在家說 Baby 你覺得林智琳漂亮 她說漂亮 我說跟我比呢 然後我老公竟然講什麼你知道 他說Baby 你不是走漂亮 你不是靠外型的 蔡崗勇和林智琳兩人的好交情 也常引爆小S的嫉妒心 林智琳來了 YES 好 那我們沒有離開 我們在這邊開車 在人肉市場的那一位是不是 幹嘛 七爺八爺還裝小孩 從廣告代言 到結婚生子什麼都能比 也常常讓智琳姐姐氣得牙癢癢 所以高里祥是大明星 她是 她在我心中 黃伯伯是大明星 沒話說她的作品非常棒 林智琳我只能說她是夏大哥 Baby 你幹嘛一直說林智琳很假 她明明現在就很 你幹嘛一直說她很假 因為可能螢幕上面 她就說你看她現在很真實 她就喝酒 然後在那邊跳舞 跟大家打神一遍 我說妳看不出來嗎 她在演戲 直接嗆林智琳很假 還一度悖傳不合 但其實兩人私下感情不錯 還曾在節目上互嘎舞技 太快了吧 康夕來了開播12年 林智琳上節目7次 美美和小S 全槍舌戰引來話題 也成了節目的經典橋段 記者陳子芬黃福香華台北報導 視頻下有私下注視頻 觀音樂 既然這麼多 今天 感谢观看